以下是今日焦点 物浸其用是中国人的传统美灯 尤其是在物资频佛的年代 更加是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方式 艺术家宋东一家 为应急而储存的杂物 就成为他装置艺术的主题 现在在伦敦金融城的一个展览厅展出 当中有一万件物品 亦都是几十年来中国老百姓生活变迁的缩影 记者郑温志和宋东聊过 发生于门戈时期的宋东 在一个物质配法的年代当中成长 他的母亲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 培养出物浸其用的价值观 当他的父亲在02年去世之后 宋东为了让母亲白头哀伤 也是鼓励他整个家中物件公开展出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多东西都要白买 他说因为你爸爸走了 他说他不愿意生活在一个空的房子里 所以他看到这些东西 他会能想起很多过去的记忆 所以我们就从2002年开始 用了三年的时间 我们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 就是把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 然后在三年后 我们有了第一次机会 在北京的七九八 要东京画廊 我们在那个地方展出这个作品 我妈妈说 有几块肥皂可能比我岁数还大 就是当她怀孕的时候 她觉得这次可能是个男孩 以后呢 如果她要有一个大家庭 她可能会没有东西用 因为肥皂在当年 是需要用凭票证去买的 所以一家人 一个月可能也就是那么一块肥皂 我现在呢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东西 对我来讲是无比珍贵 所以肥皂 我觉得当年我妈妈给我留的 那不是简单的肥皂 那是我妈和整个家庭留给我的爱 这对一万件的物件 是宋东的妈妈 照湘元女士几十年里所存起来的 以备不时之需 可以说是她们一家人的生活回忆 而在物资贵佛的年代 更加是普罗中国人民的集体回忆 她这个记忆呢 有大量的是来自于社会记忆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里头看到 物和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然后你可以从 比如说这个大概有将近50年的 这样的一个物品 然后有我奶奶穿的小脚的时候的鞋 然后呢 有我这个外甥女儿穿的比较时尚的 像这个运动鞋 从这个东西看到不同时代 然后这个人是如何看美的 然后他们的审美是什么样的 今天可能是因为 它到了一个消费时代 所以消费本身是作为这个时代的推动力 它像手机 大概什么三个月半年 就要换一个新的 然后这样的产生了非常多的浪费 但是我觉得就是 像物济启用这样的理念呢 就是在今天新时代 然后如何可以进入一个 更深层的一种认识 因为要如果再是用 无限度的一种浪费的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生活下去的话 那我觉得在未来 我们将没有东西可以浪费 让我妈妈去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就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 然后能跟我妈妈在一起 然后呢收拾啊 然后听她叙叙叨叨地讲这些故事啊 然后我也鼓励她去写这些 关于她过去的一些记忆 因为当我小的时候有好多东西 我也可能都忘却了 但是我妈妈呢 愿意把他们都就回忆 她小的时候怎么去洗衣服啊 到后来这个文革期间怎么洗衣服 到现在怎么洗衣服 所以她来记录了很多关于家庭的一个关系 写了大概十万字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这个非常宝贵 因为我妈妈2009年为了救一只鸟 所以她就发生了一个这个灾难 然后就去世了 而这个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等于跟我母亲 就没法再产生面对面的对话了 但是我觉得我母亲在这个作品当中 就从来没有去世过 就她永远活在这个作品中 然后现在呢 基本上每一年都好像有一次展览 然后这样全家人呢 有一次聚会的机会 然后在这里一共一块生活 两三个星期 然后不断地谈论家庭的这些事 谈论这个成长的经历 国家有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都是在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 然后逐渐逐渐地往下不断发展